小朋友 这施工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工人们的安全 好的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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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预支点工资给我啊 哎 严大哥 我昨天不是提前把两个月的工资发给你了吗 你今天怎么又来预支工资啊 彭经理啊 我 严大哥 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老板 是这样子的 我弟弟是开大货车的 前两天不小心出了意外 现在还躺在重症监护室呢 家里实在是拿不出钱了 亲戚朋友该借的也都借了 还差五万 老板 求求你帮帮我吧 你还当别的上脸了 你当没老板是提款机啊 小鹏 你这是干什么 可是老板 我这里有一万块钱的现金 还有一张卡 它里有五万块钱 密码是后备位 你拿去赶紧给你弟弟看病吧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老板 你这是为什么呀 小鹏 这严大哥 在我们这里工作了十几年了 任劳任怨 勤勤恳恳 现在他家里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我们不能做事不管 毕竟每个人都不容易 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力 能帮多少是多少 把每个黑暗的地方全部都照亮 好啊 好啊